Redmi K40发布起售价1999元 推特 预计到2023年底 将达到至少3.15亿用户 Do早报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Redmi K40发布起售价1999元 推特 预计到2023年底 将达到至少3.15亿用户 Do早报hello 大家元宵节快乐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先来浏览新鲜的早报吧 Redmi K40发布起售价1999元 智能手机品牌Redmi照开线上发布会 正式推出Redmi K40系列手机 RedmiBook Pro和Redmi MBX 86英寸超大屏电视产品 作为2021年的开年旗舰 Redmi K40系列全面声碑 在屏幕、音频、体验等方面带来全方位提升 Redmi K40系列售价1999元起 3月4日正式发售 推特 预计到2023年底 将达到至少3.15亿用户 推特预计到2023年底 推特的发展速度会加倍 2023年底达到至少3.15亿用户 特斯拉加州Model三生产线暂时停产 下个月初复工 消息人士称 特斯拉已经告诉旗下员工 加州弗里蒙特Model三生产线 从2月22日开始停产 直至3月7日 美迪集团 今日耗资3.02亿元 回购320万股公司股份 美迪集团公告 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 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净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为320万股 占公司节制 2021年2月23日总股本的0.0454% 最高成交价为95.68元每股 最低成交价为92.43元每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3.02亿元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全球贸易去年表现远超WTO预期 全年贸易量同比下降5.3% 这一降幅远小于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先前的预测 此前他们预计国际贸易将大幅下滑32% 与大萧条期间的程度相当 Ecloo Neo5星机3月16日发布 全新登场 Ecloo手机官方微博宣布新品Ecloo Neo5定于3月16日发布 作为Vivo旗下的独立品牌 Ecloo一直主打生而强悍的性能 并突出性价比 Neo系列是Ecloo手机中性价比突出的产品线 原德云社演员涉嫌诈骗罪将受审 因诈骗罪被判缓刑的原德云社演员绰梦觉 在缓刑讨厌期内再次涉嫌诈骗 去年10月 警方在通州某小区将他抓获 此案将在通州法院开庭审理 当时的庭审中 绰梦觉曾表示 因为自己平时不学法不懂法造成了违法行为 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一切法律责任 在庭上 他曾以初犯家里孩子小为由 希望法官从清处理 给予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绰梦觉以德云社演员的身份为人熟知 曾使用一名绰赫雄 但因为背行规 于2016年被德云社清门 原优库高管受贿150万 被判5年6个月 中国裁判文书网 日前披露原优库高管马晓南 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惠一审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5年6个月 同时没收150万元 17.98万起 广汽丰田新款凯美瑞上市 广汽丰田新款凯美瑞正式上市 官方指导价17.98至26.98万元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 凯美瑞在外观上将继续提供豪华与运动两种风格 改款的重点则是放在了安全配置 智能化等方面 惠普第一财季营收156亿美元 净利同比增长58% 惠普今日发布了2021财年第一财季财报 报告显示 惠普第一财季净营收为156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146亿美元相比增长7.0% 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6.6% 净利润为10.68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6.78亿美元相比增长5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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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fishy亿美元